- 嗨,大家,我們這次的作品叫做 - 白鎮是阿美族語,也就是我的族群 - 鎮是代云台灣語的族群 這個作品我們的想法是來自 因為我們大學就離開了東部 小時候就是都在東部長大,一直到高中 然後大學就到了北部 然後這樣子招車來勞頓,然後火車的距離 然後我們的移動,就是到一個新的領域的時候 我們有了不一樣的感受 好像我們身上有些東西被流失掉了 或者是因為大環境的改變,所以我們也改變了 然後就是心裡,我們心靈層面上 我就很需要一些支持跟力量 得力量這件事情就是要回到 我們到底在現在的處境 我們要怎麼得到那個力量 然後力量的話,其實又很多重樣貌 就是它有可能內在力量,外在力量 然後自然力量,然後我們的文明也是一種力量 然後它可能也是很簡單的 就可能你聽到一首歌,你就莫名有感動 或者是一種calling感召的感覺 然後當然也在成長過程中一定也會有 掙扎或者是困惑的那種不舒服的感覺 然後或者是被捆綁的力量 那也是一種力 所以我們就是想要把這樣子的很多的力量的感受 或者是這樣子流動的感覺 就是呈現在這個作品裡面 填掉過程中我們有訪談可能老人家 可能最老的是八十幾歲 然後最年輕的也是我們的弟弟妹妹可能十幾歲 然後他們其實不同時代對力量 得力量有時候我們會直接先問得力量是什麼 這三個字 然後他們都會很直接的回答 像是我就有訪談到 就是他會回問說那為什麼我們需要得力量 就是我們得到力量之後 我們可以給予社會什麼 或是我們要給予我們環境什麼 就是不是只有於取於求的那種得 而是你也要知道你得到這些力量 你會想要用這個力量回推什麼東西 跑力打擊其實就是象徵著勞動 也象徵著他們那個年代的處境 然後所以我們也想把這個元素帶進來 就是帶到勞動這件事情 還有我們自己對於移動這件事情 很直觀的感受 小米個人在跑完族社會裡面 巫師團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與神溝通很重要的一個媒介 所以在很多儀式的開始 巫師都會使用小米梗心意 然後來跟天神做溝通 那時候就會覺得 加上時間好像是要再特別進行清潔工作的時候 才會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到它 然後就是我很喜歡它的機器的聲音 然後它有一種感覺是要開始運作的 然後它做的事情又是洗滌 但同時它的可能也會傷害到 如果噴到身體的眼睛什麼的 又會讓身體受傷 所以它其實就是同時 就有很多不同 可以對所噴到的地方有不同的變化 然後像如果對天空陽光的話 又有可能會有彩虹 而且水跟電這兩個元素 又是我們當代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現在我們都很依賴電了 然後水又是整個生命的本質 所以我們如何跟電又和平相處 像不管是什麼核能然後綠電這種 很現在我們人類需要共同面對的議題 其實也不用什麼起步起發 因為本來藝術就沒有絕對的怎麼樣 而且其實我們之前也有聽老師有說過 就是一定要相信觀眾 因為觀眾是很敏銳的 然後他也會馬上知道你這個創作者 是不是真誠的 或是你的狀態是什麼 所以觀眾是非常敏感跟敏銳的 所以而且藝術也不是要教育那麼多 說教的那種 而是我們希望可以好好梳立 我們從小到現在二十一歲的狀態 我們有哪些部分 還有或是我們很低潮的時候 渴望有那種力量的牽引的那種狀態 我相信都是我們大家都很有共鳴的 就是希望你可以把這份力量 再傳遞給更多的人 對 因為力量是可以傳遞的 失去力量也是一種力量 對 他會自己來找你 跟他會繼續漂移 像那個漂流木跟石頭一樣 他也會去他下一個想去的地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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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